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荣雅于 席节最强的人 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男孩子 他的外表虽然坚强 其实他的内心 是比谁都还要脆弱的 从小到大 他越是喜欢的东西 他越是装作不在乎 那是因为他害怕受到伤害 他说他不爱上学 其实 他比谁都喜欢上学 只不过 学校教育他的事 每一个家庭 都必须要个父亲 从此以后 他不再相信学校教他的东西 他只相信 在这个社会上 是爱拼财才会赢 但是 他赢了两次起 却赢了两次世界 那邢旺呢 哈佛物理学研究生 佳财万贯 一般人 梦寐以求的东西 他不费吹灰之力 便可以得到 他带着天真的想法 从天堂跳到了凡间 想体验凡间的滋味 却发现 每一个人 都为了生火而挣扎 他想帮忙 甚至动了真感情 却得不到回报 因为他们早就习惯了地狱的生活 早就忘了原有的天堂 他们不领情 结果 他被离弃 变得越来越孤独 伤痕累累 到最后 他终于发现 自己来错的地方 自以为是的尤雅渝 因为你是自以为是的行妄 我们来一次 终极的决斗吧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正面对决的时候吗 当然记得 每一个细节 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真的很想知道 为什么你那时候知道 我一定不会撞的 因为你没有那个必要 现在 我们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们这时候想撞的话 到底谁会先散开 好啊 我们公平一点 你也骑磨射吧 不 他是我的战友 他将陪着我 拼到最后一刻 好 我们斗什么 先死而后生 死了一了百了 如果还活着的话 只要把过去的自己杀了 重新做人 好 一言为定 好 一言为定 你用娃娃打架 我不是娃娃 我是屁雷主要的女俠 我要上去 反正雅瑜要做的事 我们一定奉陪到头 我们是最好的 因为我觉得欺负你 就等于欺负我自己 如果你的丑公容 我会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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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从小一直告诉我的 哥 你用云是牛 我也是 不过你的眼泪 是你不快乐的东西 我不希望把你的不快乐 挂在我脖子上 下一次 你一定要把原来的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你没有确定出现在我的面前 先死而后生 原来 我们都怪错你爸爸 死了一了百了 再来 废雪 快点醒来 醒来啊 我搞清楚了 我想通了 真的 我明白了很多很多 我真的很想 很想要跟你一起分享 医生 他真的不醒过来了吗 机会很小 你们最好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他伤得太严重了 阿瑜 请再多多稍等一下 杀人凶手啊你 你别打他 都是他 亚瑜才变这样的 你要打你就打来一把 千错万错都怪我 怪我的任何人 你冷静一点 如果没有我的话 哥哥早就不会这样子 都是我害的 这么说 其实是我们的错 是我没有自知亚瑜 你们不要再这样了好不好 好 笑 你还敢笑你 阿杰 你们本来好好的 都是因为你 兴风作浪 在把我们搞成这样 你认为你 真的是亚瑜最好的朋友吗 废话 我认为你们通通都不是 因为我感觉到这里 只有我才是亚瑜最好的朋友 你说什么 因为你们伤心 你们难过 我不难过 我笑 是因为我相信Fish 我对他永不放弃 尤雅瑜 我们还没有斗完呢 敢不敢跟我再斗啊 看看我们谁能活得更好 好 刚刚是谁在说话 一个烂人 你走了 你儿子对刚刚那个人 所讲的话 产生了反应 真的吗 这代表他的意思是清醒的 这是好兆头 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你懂 银河怎么了 我正想跟你说他 他 他不应该爱你 对 他应该爱你 错 他也不应该爱我 那他应该爱谁 他目前 没有资格爱任何人 你不要人 你不要人 上回提药 小女跟杰克 藏身在西列山黑狼洞里 逃避骷髅派的追兵 但是这个时候 剑克受的毒已经很深了 快要熬不住了 但是 追兵已经在山中埋伏着 诶 昨天的情节 你还记得吧 今天要讲的是 第三十一回 出生入死 还有三回 你要再玩剪片这件新门 第三十一回 出生入死 霞女要抢救剑克 我们冲出去吧 霞女说 传说中 有一棵老松树 剑克虽然身负重伤 扔手出绝招保护霞女 一时间 临终刀光弦疑 谁知道敌人出了暗器 剑克不能倒下 两人被迫上了山巅 前面是无敌的深渊 但这个时候 剑克对侠女说 这是天忆吧 反正死路一条 我挡着他们 你快走 不要 我不会丢下你 要死一起死 传说中 这山海下 是藏着一个神秘的竹园 哪有那么多传说啊 这才有希望嘛 怎样 敢不敢啊 但是可能会粉身碎骨 好 如果粉身碎骨 我们一起化成灰尘 化成水 便可以自由自在 游历四海 我去哪里也不怕 只要来年 来日 都有你 浴世他们